正是基于马院长对朱家进的这样的信任和欣赏 就让朱家进全权负责来重新查验这批赝品 这也表明马院长对这个案子有自己的看法 就这样沉封了十几年的木箱就被打开了 一件件的赝品被摆了出来 接受朱家进的重新查验 突然一件精致的卷本立着画展现在朱家进眼前 打开画一看三个寿经体大字赫兰在目 听琴图 这朱家进捧着这幅画仔细观赏 被画面上的人物和情景深深的吸引住了 这间画面中间有一棵茂密的大树 树下坐着一个身穿道士服装的人 在那专心致志的抚琴 这个抚琴者右手边 石墩上端坐着一个人 身穿绿色长袍 头戴乌纱 杨密宁斯似乎沉浸在美妙的乐曲之中 身旁立着一个棚头童子 双手抱胸 看着这个抚琴者也被这个美妙的琴声所吸引 抚琴者的左侧 石墩上也端坐着一个人 身穿着红色长袍 头戴乌纱 一手支在石墩上 一手持扇放在膝盖上 也完全沉浸在美妙的乐曲声中 在朱家靖看来 如此生动传神的这种场景 一般的作家者是不可能做出来的 尤其是画面的题字和前印 与北宋宣河那幅收藏的那些画 规格完全一样 表明宋徽宗对此画非常重视 朱家靖大胆断言 这幅画是北宋真迹 而且很有可能是宋徽宗的亲笔